我們都知道說金華城他是按照都市計劃法24條字體細部計劃 那即便他是字體細部計劃 但是他就能夠創設法定獎勵以外的容積獎勵嗎 這個是我們一直以來的納悶 包括准用都庚的獎勵 你們兩位前後任都當過都發局局長 你們認為土地的利害關係人 他就算是依照都市計劃法24條 他就可以天馬行空的自己去創設容積獎勵嗎 黃局長先好了 因為這個案子 不只是這個案子 因為都市計劃法24條任何人都可以用引用這一條字體細部計劃 只要是土地的利害關係人對不對 不是只有金華城可以嗎 但是我們即便是自題計劃是不是應該還是要在法律的相關規範之下 不管是都庚獎勵 都庚條例等等的 是吧 對不同的條件他有設定他的這個範圍啊 那他的創設容積獎勵也應該是在母法相關的範圍之下吧 對他是有他的母法規定但是24條 沒有他是准用都庚獎勵嘛 我看他每一個都寫准用都庚獎勵嘛 那個黃局長 你認為 未來還是有土地利害關係人可以引用都市計劃法24條字體 你很難說你不行 那他們字體的時候如果用創設容積獎勵你該怎麼處理 目前創設是不在受理 那除非他的變更案他變更之後他本來就可以是用相關的 那為什麼未來不在受理當時金華城受理 我認為他是有一個 呃 局長 其實 有一個開始因為 我知道你當時在都發局辦理退休的原因 很大部分跟金華城的這麼多年來的爭議跟壓力是有關 所以我非常敬佩你 我也非常認同你當時講前幾 上個禮拜被選的時候講過一句話 府籍的長官如果願意支持你們基層的公務員的話 你們就抗得住壓力 不管是局長或者是直密或者是我們更基層的公務員 因為府籍的長官尤其是市長 他可以擔得起所有的政治的壓力 但如果說今天金華城從392到560 即便監察院糾正了行政指導我們 我知道曾經在市府也引起非常大的糾結 大家還是覺得我們原本是沒有錯的對不對 這個邵紫密對不對 對嘛齁 我們也覺得我們還是沒有錯 我們還是想盡可能的維持我們原有的這個行政決定 那392變更變到560的這個政策改變 後來又接受了金華城自體的細部計畫的這個政策決定 因為所有民眾自體或者是民眾的陳情 不一定必然都會進都委會對不對 因為你們一定會先做幕僚評估吧 是吧 不是所有業者民眾陳情地區民眾 他說要自體細部計畫就一定有機會進入都委會對不對 對 你們還是會做事前的幕僚評估作業 對嘛 並不是只要民間有陳情 民間有這個字題都會進嘛 跟議員說明一下以前確實是這樣 不過剛剛就是我在回應詹議員說的 102年之後這個監察委員調查這個案子認為 是 所以我認為所有的轉折都是因為監察院的壓力 要求你們讓他進 否則的話我們的都發局是會先法律審查 專業審查 要不然的話我們的都委會民間所有各個地方的就開始亂提 我們全部都送到都委會去審嗎 當然不是嘛 我們一定先專業審查 法律審查 幕僚審查 認為他足以成案 對地方有幫助的 我們才會進一步到都委會去進行 這個學者專家委員會的審查 是嗎 是 請回答 因為監察院他糾正的意見是說 土地所有權人他提出來的方案 我們請他修正之後 那我們就要進行 我知道這一天剛剛邵紫密有答覆過我聽到 對 所以監察院給的壓力是一個 府級長官沒有撐住你們 讓你們屈服了 才是政策轉彎最重要的原因 柯文哲也好 林青龍也好 當時 要求你們 去進行金華城訴求的研議 包括後來的彭政生 對吧 他們接到金華城的陳情 他們看到了監察院的 不管是來自於監察院的壓力 金華城 他們沒有去頂住 他們要求你們 配合人家啦 進都委會啦 改一改啦 我說一句白話文就是這樣啊 官場我也待了很久啊 就是這樣啊 絕對不是你們由下往上層的 因為你們在都發局跟金華城 已經交手這麼多年了 你們要改早就改了 你們可以撐得住監察院的調查 撐得住跟金華城的訴訟 那就是你們認為自己是沒有問題的 在專業程度上面 對不對 所以包括陳青函的交辦 包括上面長官沒有撐住你們 才是這件事情 政策轉彎的最大關鍵點 今天早上專案釣業小組 已經這個成立了喔 我們也知道說 官從公文上面 我們查不出 不一定查得出什麼貓膩 因為 康文哲或者彭震生 或者林青蓉或者黃珊珊 跟金華城之間 跟神經經之間 他們到底有過什麼樣的往來 有過什麼樣的默契 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 就像是我如果沒有看到資料 其實我也不知道說 黃局長 你在中公認職過 你告訴我 中公都沒有因為這件事情找過你 威京也沒有因為這件事情找過你 你今天在這裡說了 我也沒有證據 因為我沒有你的通聯紀錄的調閱權 但是我知道的是 金華城這件事的轉折案 百分之百是由高往下 而不是由下往上前程 是不是 局長 兩任局長在這裡 這件案子的發動是你們主動說 我覺得金華城我們虧對人家說我們要簽成 我們要收案 還是收到市長室的交辦單 回答 時間暫停 我認為我們的同仁應該不會是主動 是嗎 就是被動 好 最近金華城一直說 我們榮儀沒有問題 因為監察院也是調查榮獎 但事實上等我弄懂了榮儀以後 我認為榮儀也很有問題 為什麼 榮獎部分 叫做白送 榮儀部分 叫做賤賣 低價賣 榮獎部分監察院已經調查 換算可見樓地板面積是5585坪 一坪 金華城現在對外宣稱說 他們要蓋的是頂級商辦 一坪售價是200萬到250萬 我算是最低價格200萬就好了 換算利益 我們光是他創設起來 幾個paper 幾個文字而已 我們就送了他 111億7千萬 就是我們找不到法員依據 然後創設出來的榮儀獎勵 就100多億了 好啦 榮儀他們一直很大言不慘地說 那是我們買的 真的榮儀就沒有問題嗎 他花了44億的榮儀代金 是給市府對不對 對 是跟市府買了15%的榮儀對不對 對 就是30%裡面的一半要用 他另外15是用捐贈公社保留地的嘛 另外15%的榮積移入等同是跟我們買的嘛 我們賣出去的嘛 對嘛 好 這15% 換算下來 又是一個4000多瓶了 4196瓶 一萬三千多平方公尺 我換算了一下 43.9億多嘛 換算一下 一瓶只賣了104萬 但是如果按照神經經的對外宣稱 他未來這一些從市府買進去的楼梯板面積 未來又可以再翻倍賺40億 我們的融金 移轉的代金是怎麼算的 這個是在您的任內還是您的任內 融金移轉代金是在任內 111年 對 我告訴你 當年我在市政府的時候 我們賣給南山人壽 20%的融積 世貿二館 那只是50年的地上全喔 那時候是編太明局長 50年的地上全 而且是2013年14年喔 那時候地價絕對比現在低很多喔 好就算是信義計畫區比較高好了 可是那是2014年 而且只有50年的地上全 那時候一瓶已經賣到120萬 10年後的今天 他是永久的所有全 你只賣他一瓶 104萬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去 估價這個代金的 我只看到他從這裡面 又可以賺40億 最有感的膠原蛋白生態 即日起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養顏美容增強行動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裝好攜帶 成分天然零添加 無吸藥不含重金屬 安心食用 兩款包裝給你滿滿膠原蛋白 桃紅包裝助養顏美容 藍色包裝增強行動力 心動了嗎 現在就上快點購 一起健康下單吧